截至2024年 线上交友市场规模已经超过千亿日元 并且仍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急速扩张中 但与此同时 不为人知的黑暗也已经渗透进交友网络中 茶楼近日推出白茶套餐 团体订购优惠力度更大哦 下面就跟着小青一起来看看 匹配引发的故事吧 随着互联网的兴盛 越来越多人选择在交友APP中进行匹配度测试 寻找自己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这原本是好事一桩 但却令警察感到焦头烂额 因为某个神秘的杀手 正在根据交友APP中的信息 针对那些通过APP中成眷属的新人夫妻 进行惨绝人寰的杀戮 凶手作案手法极其谨慎 现场很难提取出有效信息 唯有撕着脸上猙獰的十字巴 以及他们合照上相似的笔记显示 这些案件的凶手确实是同一人 由于警方对案件一筹莫展 所以案情仍未被公布于大众面前 因此婚礼策划师 轮花随手拍下的照片 但在APP内却意外受欢迎 仅仅在一夜之内 便找到与自己匹配度高达97%的网友图梦 为了让轮花的恋情进展顺利 闺蜜一边在APP内替好友主动邀请图梦约会 一边在公司与交友APP的合作会议上 主动出击为轮花与APP工程师创造独处机会 轮花在APP工作人员内部颇具人气 不少人通过APP后台偷偷监视轮花的信息 工程师也在无意间看到部分内容 并因此对轮花产生浓厚的兴趣 轮花对此一无所知 毕竟他现在正在准备与图梦的约会 对方比轮花小4岁 现在才25岁 刚踏入社会没几年 选择的约会地点水族馆 是海天使那一层的展馆 非常符合这个年龄段的普遍性格 轮花本以为 自己会见到一个性格腼腆的弟弟型男生 怎料对方的出场景十分炸裂 只见图梦静静站在昏暗的楼道内 自称是厄运之星的不祥之子 是被人在车站储物柜内发现的不幸儿 父母皆不祥 唯有胸前的吊坠里藏着亲人的信息 不过图梦坚信 自己有朝一日一定可以与亲人重逢 紧接着 他便迈出自己被古怪长靴遮掩的长腿 静止来到轮花面前 直言他们二人是命中注定的一对 就像面前雌雄同体的海天使一样 他们二人前生或许共享着同一个身体 毕竟 图梦对轮花一见如故 就在这时 水族乡内的海天使忽然伸出触手 宛如恶魔一般 瞬间将猎物吞噬殆尽 轮花看着身边人专注的神情 直觉自己似乎遇到了怪人 一心只想快点结束约会 不料图梦却告诉他 虽然轮花心中不反感土梦 但是对第一次见面的人就说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话 这让轮花感到十分尴尬 以至于在之后的APP闲聊中 他对土梦的热情也渐渐淡下来 相比之下 轮花更愿意与工程师来往 其料 工程师看到土梦的信息之后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直言对方是在交友APP内捣乱的惯犯 奈何无论别人如何警告土梦都不会收敛 这个消息令轮花瞬间泄气 他原本还想着只当普通朋友也行 没想到土梦居然是这种肆无忌惮的人 与此同时 轮花不久前负责的那场婚礼新人 此时正倒在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内 彼此双手紧握 疤痕上血迹尚未干透 宛如在向警方示威一般 轮花浑然不知厄运悄然而至 他早早便回到家中 与仅剩的亲人父亲方树共进晚餐 自从25年前轮花的母亲离家出走之后 这样估计平淡的时光 便是父女俩的常态 然而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却打破了他们的平静 电话那头陌生的中年女人 在确认轮花父亲在家后 便突兀挂断电话 龙海以为这是一图莫名其妙的电话 不料 父亲听到打电话的女人身份信息后 神情瞬间变得呆滞 撕血也不由得回到25年前 那时的方树原本家庭美满 却因无意间犯下错误 与网络聊天室中 一个名叫杰子的女人纠缠不休 尽管方树多次表示 他们应该结束这段非正常关系 但是杰子却一意固形纠缠着他 甚至自称是陌生人欺骗方树的妻子 带着孩子光明正大进入方树家中 不过自从当年的意外之后 杰子已经消失多年 如果电话那头真的是杰子 时至今日 他为何突然找上方树呢 不管方树的想法如何 度假屋内休养的红衣女人 都已经收到了新的来信 只见那封信上赫然写着 新的计谋已经准备实施 这是黑暗中潜伏的阴谋 生活于光明之下的轮滑对此一无所知 他只知道土梦仍对自己纠缠不休 不仅多次暗示父亲方树藏有秘密 甚至一路追到他家中 阻止伦华与工程师的约会 而在这场意外的当晚 伦华曾见的暗恋对象与新婚不久的妻子 被人发现惨死于家中 但伦华得知这个消息时 已经是他与工程师的约会末尾 伦华只来得及去参加这位旧交的葬礼 然而葬礼刚刚结束 警察便将伦华带走盘问 直言他之前负责的这几场婚礼新人 都被相似的残忍手段折磨致死 这个事实让伦华感到极其痛苦 若非工程师一直耐心陪伴着他 恐怕伦华会当场崩溃 毕竟他见证过这些新人最幸福的样子 时时转眼间 这些人就变成一句句残骸 葬礼上的这一幕被人恶意拍下 虚伪的媒体假惺惺猜测 伦华就是连环案的幕后黑手 这篇报道令伦华失去了心爱的工作 让他本就悲痛无比的内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可是警方也只是公事公办 并未做错过什么 所以伦华只能独自消化这份情绪 另一边的警方已经找到图蒙 对方曾应对女性无礼被警方特殊照顾过 但是时至今日 图蒙仍然坚持 那只是一场事故 警方听到这人又陷入自己的世界 便不再理会他 当天晚上 伦华再度收到图蒙的信息 对方不知采用何种手段 拿到了伦华儿时的全家福 看着照片上的诡异痕迹 伦华顿觉毛骨悚然 怎料土梦却声称 自己的账号刚才被黑客攻击 那根本不是他发的照片 但是伦华已经不愿相信对方的鬼话 他联盟找到工程师 希望对方能够帮助自己排忧解难 而工程师看到这张照片后立刻推断出 照片极有可能与之前那通电话有关 这让伦华的心瞬间纠紧 难道命运连自己这最后的亲人也不肯放过吗 工程师健壮联盟安慰伦华 直言自己也是单亲家庭 所以对伦华担心亲人的心情十分感同身受 这份善意的安慰让伦华情不自禁敞开心扉 主动提起幼年的事情 25年前母亲在伦华面前一去不返 他不希望现在的自己再度经历这种事 这个话题令伦华的心变得十分沉重 直到他返回家中 看到那些古怪的老照片 伦华心中的痛苦瞬间转变为愤怒 等到他推开家门时 方树刚刚结束与杰子的通话 那个难缠的女人沉寂25年 如今突然固态附盟 一定藏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所以方树不得不做出应对 看到女儿放在桌子上的老照片 方树明白自己必须向女儿解释当年之事 事情的真相很简单 当时新兴的网络聊天室 吸引了许多人进入非同寻常的关系中 方树也是其中的一员 在意乱情迷之后 方树便想及时止损 然而杰子却固执地纠缠着他 甚至不惜以腹中的心肾而威胁他留下 直到看到方树果决的态度 杰子旋起脸色大变 毫不犹豫伤害了方树 而后龙花的母亲得知此事 便选择离家出走 在那之后 杰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方树本以为自己会怀抱这个秘密 直到死去 没成想 杰子还会回到这个地方 这个真相令龙花悲痛欲绝 不愿再理会父亲 方树也自知有错 次日一早便前往电话中的约定地 准备彻底结束这段孽缘 龙花则是再一次找到工程师 为对方讲述起自己没有告诉父亲的秘密 当年的龙花其实独自见过杰子 那个红衣女人不知通过何种手段 找到了龙花的幼儿园 送给她一根丝叶草 声称这将会为龙花带来幸福 幸运草是杰子最喜欢的植物 当年她拜访龙花家时 也曾经给龙花母亲一盆幸运草 时至今日 那根丝叶草还被龙花珍藏着 那次难得的单独会面 也被龙花画入了画中 可她从未想过 这些事情背后 竟然拥有如此复杂的关系 一想起父亲昨晚坦诚的秘密 龙花的眼泪便止不住落下 工程师顺势拥她入怀 直言人都是复杂多变的生物 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 都不会影响人类编造谎言 就在这时 闺蜜突然打来电话 声称从图梦那里得知了一些秘密 尽管想与龙花谈谈这些事情 奇料 龙花来到闺蜜的公寓之后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闺蜜的遗体恰好从天而降 精致的面孔上血肉横翻 显然是生前遭受过残忍的折磨 龙花见状当即晕死过去 醒来后她已经身在警局 龙花联盟抓住警察 表示图梦就是罪魁祸首 必须尽快逮捕她 然而 龙花的心情尚未恢复平静 另一起噩耗便被送到警察手中 龙花看着父亲悬挂的遗体 只觉自己的心已经变成绝望的死水 不过龙花没有因此丧失基本的判断 她没过多久便判断出 杀害父亲的人一定是杰子 毕竟他们父女俩刚刚谈成杰子的事情 紧接着父亲便遭遇不测 天底下哪有这般巧合的事情 一定是杰子对当年之事怀恨在心 如今特地前来报复 工程师看着龙花伤心的模样 立刻将他抱进怀中 直言自己已经查明了这些事背后的联系 土木与杰子以及枫树之间 都存在隐秘的关系 只要龙花愿意随同工程师前往某个地方 一切都能真相大白 龙花不已有他 立刻跟随工程师进入那栋破坏的公寓内 进入荒废许久的房间之后 工程师娓娓道来某个陈年往事 在25年前某个女人未婚而育 不得不独自抚养孩子长大 母子俩在公寓内过着清贫但平静的生活 然而自从孩子长成少年之后 母亲却与网友坠入爱河 终日沉浸在禁忌的恋情中 对少年不管不问 后来女人终于将龙花带到了这里 这就是杰子25年来的故事 而工程师正是故事中的那个少年 他至今仍然记得一向温柔体贴的母亲 自从杰是方树之后便逐渐变得疯狂 在被对方宣称结束关系之后 杰子的疯狂变本加厉 乃至于日欲自我折磨 在房间里大吼大叫 无论工程师如何劝说 杰子都无法恢复正常 这让工程师第一次意识到 爱是让人痛苦的事情 爱将杰子母子带入沉重的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即使腹中拥有了新的生命 杰子也无法恢复往日的温柔 反而变得愈发残暴与扭曲 以至于当众对方树出手 杰子因此锒铛入狱 工程师尤世变成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 多年来他一直在想 如果方树最开始没有离开杰子 事情本不会走到这般绝望的结局 可惜一切假设都毫无意义 杰子母子的生活已经因为方树彻底毁掉 工程师一直铭记着这份仇恨 积极寻找方树的下落 终于在交友APP上 找到了那幅熟悉的画 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方树 杰子赠送的那根四叶草 没有为伦花带来幸福 反而让工程师 践行了他的另一个花旅 复仇 工程师哽咽地呼喊母亲 眼含热泪看向天花板 伦花见状小心翼翼抬头望去 这件房子的上空 贴满了方树与杰子的亲密照 以及赎罪的标志物 当然还有最近刚补充的伦花的私人照 随着力气被高高举起 工程师终于可以为母亲报仇血恨 然而下一秒 外面突然传来激烈的敲门声 趁工程师的注意力被吸引之时 轮花趁机推开对方跑向门外 不料敲门的人竟然是土梦 进一瞬间 他将轮花拽出房间 利用房门挤压工程师的手臂 令对方暂时失去行动能力 而后立即带着轮花跑出公寓 但是轮花得救之后 便立刻甩开土梦 这让土梦顷刻间怒火中烧 正当二人对峙之时 工程师已经冲出公寓 高举起武器挥向土梦 二人一时间打得胆舍难分 轮花健壮 当即高举起灭火器 狠狠砸向工程师 随后对着倒地不起的男人 挥出狠力的拳头 警方没过多久便赶来 将工程师逮捕入狱 轮花本以为事情至此已经落下帷幕 不料土梦之后又发来消息 声称事情还有其他的真相 这是轮花第一次来到土梦工作的场所 对方的心情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清理雇主亲人的遗物时 特意留下杂物中的照片交给雇主 这一幕令轮花不由得会心一笑 但紧接着对方的手机锁屏 便让他失去笑容 因为土梦居然制作了一张 他俩的结婚照 这让轮花心中顿觉好气又好笑 他不愿深思内心复杂的情绪 转而询问解真相的事情 二人一同前往度假屋 终于见到了躲藏在此地的杰子 轮花看到那条熟悉的红裙 立刻为父亲的所作所为表达歉意 不过这不代表轮花会原谅杰子复仇的事情 谁知轮花刚刚吐露完心悸 红衣女人身后的护共 竟忽然爆发出猖狂的笑声 轮花对此不明所以 直到看到对方身上熟悉的伤口 他才意识到 霍宫才是真正的杰子 轮花立刻低头仔细观察红衣女人的模样 看着对方矫望上的禁锢 惊觉这个红衣女人 其实是自己的母亲 刹那间 母亲离开与父亲死亡的真相 立即浮现于轮花面前 当年的母亲带着轮花在外玩耍时 被杰子骗到一旁暗骇 25年来一直被囚禁在度假屋 被杰子疯狂折磨 因为走火入魔的杰子认为 与龙花母亲一同生活 将自己的爱献给对方 就等同于仍在与方树相爱 所以 杰子才会安分守起25年 毕竟 这个替代品可比方树本人听话得多 而方树之所以选择死亡 正是因为他见到了 妻子备受折磨的惨状 却无力阻止杰子的所作所为 这便是土梦所说的其他真相 正当母女二人暴徒痛哭之际 杰子趁机拿出武器 土梦见状果断扑向轮花 射身救下对方 幸好三人最终都平安无事 杰子被扭送进警局 轮花则被土梦最后的付出感动 终于答应与对方在一起 不过在此之前 土梦需要先更改一下自己的衣品 换下漆黑的大衣与长靴才行 等到土梦出院之后 他们便能开始第一次正式约会 但是在正式约会到来之前 土梦却先到监狱内看望杰子 他打开自己从出生起 便佩戴的挂坠 直言自己正是被杰子抛弃的那个孩子 但是土梦对杰子没有怨恨 毕竟他继承了同样狂热的爱意 与此同时 针对工程师的进展出现了重大阻碍 对方只肯承认连环杀人案中的三名死者 无论警方怎样质问 工程师都不肯改口 就在这时 中央公寓内又一次出现相同类型案件 警方顿觉惊惧不已 而此时此刻 水族馆内的土梦 握住轮花主动伸出的手后 忽然露出诡异的笑容 本片完 影片匹配上映于2024年 讲述了婚礼策划之轮花 因使用交友APP寻找另一半 竟然被意外牵扯进某桩凄惨往事中 甚至被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欺瞒 一无所知陷入禁忌关系中的故事 影星属于悬疑惊悚片 血清场面不多 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属实刺激 图梦琢磨不定的性格也很有趣 不知道最后的图梦选择牵起轮花的手 是如他所言为了相爱呢 还是说只想趁此机会展开新的复仇呢 毕竟 连环杀人案至今仍未终止 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青留言分享哦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出门前不要忘记留下我的茶欠 各位的点赞分享和评论 才会让小青有更多的动力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by bwd6